你在聽的是Stage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是主持的意見 不代表Stagetube立場 正說到都市上很多隱藏了一個訊號 令到大家隨時可以引發一些情緒病 訊號是來自甚麼呢 當然是來自壓力 還有有很多 你信不信風水這些東西 其實香港有很多風水已經破了 80年代的光景 當時的人是真的開心一點的 是的 我想現在真的 所謂風水有時未必關於邪事 或者擺金錢 我不信很多人相信 我覺得是關於大學高了 見天少了 別那麼開朗 兼顧空氣壞了 疾病多了 自然的壓力很大 自然身體很毒素 譬如銅鑼灣 那些空氣圓發粒子多到 你身體不絕財 你眼睛都很疾病 你疾病了就自然有很多幻象 是 幻象多的時候 加上這個月交租了 剩下的錢又不夠用 兼顧一些又不斷加價 兼顧家人可能又要花費 令到壓力周圍 年紀越大 年紀越大 你面對壓力周圍 有些人 我也是 中年危機 以前明明做的行業很專業 因為社會變了 因為物價 令到你老闆都加不到租 你沒有工作 那我專業做什麼 危機起上來找不到食 加上社會有這麼多污染 加上我剛才所說的種種 其實更多是鬼 基本上我覺得是地獄差不多 現在根本就是地獄 所以你剛才臨上一節之前 你就找師傅看自己 師傅就說 其實你不是撞鬼 你家裡看過又沒有鬼 但你當時的幻覺是看到什麼 覺得好像有人盯著你 即回到家就有雙眼盯著你 很不舒服 無獨有偶 我聽朋友或聽眾 有時打給我 留個言 他也有這個經歷 就是家裡經常有雙眼盯著 由三角形去適應 會不會你有這麼具體的東西 我沒有 但我覺得好像有壓迫感 總之好像被人監視 那你有某場景 跟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的 只是覺得很辛苦 那你也不是很嚴重 後期發覺很嚴重 因為睡不到 很嚴重 很嚴重 睡不到 睡不到覺 而且你會覺得沒有胃口 整個人覺得 一直在問候自己 因為你害怕 其實你很害怕 害怕的時候 你會亂投醫 師傅也找過 什麼人也找過 後來就去看心理醫生 其實你可能不是很喜歡胡說亂想 我很喜歡胡說亂想 但你沒理由沒有場景 有人看著你會幻想 但我那時候可能 有人 我自己經常都可能會 例如我放唱片給別人自己聽 或者看電影 或者看DVD 懂得治癒 但那件事其實是減輕你 分散你的治癒 但其實你會覺得自己 你希望看累了 聽累了 你睡覺 但結果睡不到 其實不可以的 兩回事 即是你累的那種睡不著 還有你真的很精神 睡不著 兩件事 兩件事 譬如有時你睡得太多 也睡不著 但問題是你終於累了 睡了 醒來發覺原來睡了五分鐘 是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 但這件事真的不可以忽視 有家人也有這些問題 不會太詳細說 亦都是他自己覺得自己睡不到 但家人覺得自己睡得腳一聲 但可能又跟睡眠窒息有關 你的睡眠質素不好 但是你又有很多人擔心 擔心到睡也睡不到 偶爾吃藥 吃藥一定有苦衷 是 可能大家很多聽眾 都有走入這個死胡同 但我覺得 每次去 屈了人是有鬼 對鬼也不是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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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後來發覺 其實是你自己移生生鬼 其實最後是發覺 你是移生生鬼 那你當時怎樣跳出來呢 看醫生 後來看醫生 後來看醫生發覺 吃藥也不是辦法 而且看醫生看了一次不便宜 最慘的是 當醫生告訴你 你有病了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有病了 那你便吃藥 即是你的師父 也有道德過醫生 是 醫生吃藥 吃完之後發覺 你也可能沒有改善 你心裡覺得自己有病 他想盡快好 好像這個醫生 不可以換另一個醫生 一直吃藥 其實吃到最生氣是你自己 那些藥對你有另一個差異效 是 他有點猛猛 反應慢 結果令你自己更糟 是 所以 一個有良心的醫生 是很難找的 因為我也有印象 我看過一次 我覺得自己很抑鬱 我醫生非常有良心 因為我當時突然間轉行 很大衝擊 每個人都是 轉行 我平時 以前還沒做這個公司 接一些公司 設計的東西 拍照 當時科學網頁 每個人都好像發達 當時克林頓的年代 我記得上班很有趣 無緣無故有個行家的老闆找我 覺得我很創作 勁 勁落嘴頭 叫我 跳槽 跳槽 他去那間公司做 他說了那些東西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什麼叫NASDAQ 我當時才知道 他講完我也不知道 什麼叫做派股份 什麼叫做 總之公司的share給你 我完全不知道一頭沒水 但我有很有興趣去試 因為當時是年輕的 因為我試了之後 我發覺 不務正業的那些人 挺好啊 你明明是designer 為什麼你每天上班 吃完早餐 還浪費整個小時 在看電腦 看那個表 有些tract table 有些關於聲電 那些 我問他你看什麼 他整天說 你看看你的帳戶 我問他 什麼事 我進入網絡 網絡 原來你有這麼多股份嗎 我當年輕人 當然比你更多 我完全不知道 他跟我計算 你有二、三十萬 挺好啊 開始 你來的時候 你進來只有十六萬 現在有三十多 那你發達了 以為 然後我也一頭沒水 難怪那些人不沒有正業 整個早上都在檢查股票 然後呢 然後呢 發覺 哇 就是讓人知道 我有這麼多股份 那兼甲呢 我要做senior 我沒做過 我沒管過 那我壓力很大 最慘的是管我 我又對他很高壓 那些美國style的公司 一層一層 搞到我 真的睡不著 而且頭髮經常張張通 那兼甲呢 那時候 很大競爭 我一個部門有三十幾個設計師 哇 他的客人很大 是HSBC級數的客人 HSBC是他的客人 我也是有份做的 就是做E-banking 那時候沒有 零 就是由零開始 我們就做E-banking 那呢 只是設計 我又負責做過禮品部 那些Draft 就是interface的設計 那呢 他同一個job 因為人手很過盛 不算是過盛 就是他那種做法 是貴的做法 就是幾個組員在那裡鬥 就是平時跟隔離公司鬥 那我們那時候 公司大到 隔離那個是細感一大截的 都不是對手 那自己幾個組員在那裡鬥 但原來壓力很大的 你又認識他的 幾班人 你做不到 就讓他做了 那個人 你又會妒忌他 或者會覺得 糟了 是不是很廢 就是輸了給那個男人 壓力大到這樣 的時候就很不妥 又好像你這樣 看醫生 看醫生的時候 那個醫生也很妙 他說 咦 你在對面上班嗎 哦 是啊 Dot.com那些東西 哦 那這些哪是病啊 立刻輕鬆了 他說 錢太多嘛 你們 個個都在看著上落 這樣 這些你不用想 你不用那麼緊張的 這些 其實你根本就不是病 你去午餐去打球 游水 下班 別想著公司 拿下樓灘 那就好了 他這樣跟我說 你的醫生真的有良心 我有良心 有良心 他說看幾個都是這樣 他根本沒有事 只不過突然間 有些人適應不到 突然間戶口有很多錢 那我心想 蛤 什麼真的是這樣的 之後呢 我就很放蕩地玩 午餐都是 不吃飯 游水 丟完水才買個燒臘飯 去吃 做著東西吃幾個 後來什麼事就沒有了 證明呢 原來壓力真的是兩體 譬如有些人真的壓力大到 沒有餐飯開不了 兒子又餓 老婆又要走路 那時候是壓力 那時候我正正在這個狀況 所以很痛苦 是 但你問我 沒有辦法 過去回頭看回那幾年 其實很辛苦 很辛苦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種病 大家真的找一個良心的醫生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面對一下 不要什麼都掃諸神神鬼鬼 真的 因為有時候神神鬼鬼 其實人的腦子很厲害 你又沒有這個案子 我認識一些個案 朋友呢 就是他長期都有個心魔 是自己心裡面 有一些聲音 告訴他做什麼做什麼 可能你的心魔 就比較耐廉一點 只是看著你 令到你會覺得有鬼 但有些人 經常覺得被人迫 甚至乎有個場景 例如 Beautiful Mind 有沒有看 他不是就是 有一個人去電 他 做個晶片 做個Barcode 給他 但你又真的沒有 那你也要相信 因為很真實 你有個小女兒 對 我覺得這些是一種病的 天然是有的 人和動物都有的 那時候 他未必是鬼 我覺得你要證實很簡單 你找攝影機拍攝自己 你拍攝到沒有 其實你可以選擇 相信攝影機的影像 寧願相信 不相信自己 因為其實 如果你做一個理性的人 其實那件事是解釋得到的 而為什麼你不去 轉換去相信攝影機 那些人跟你說話 你這麼錄下 你錄下也沒有 那就是沒有了 還有你覺得很正確的 是真的 真的聽到那些聲音的 其實是你自己的腦 有溝通的 你信不信身體 有另一個自己 相信 我相信 我以前覺得荒謬 但我越來越相信 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候 你不是 你有些事情是解釋不到的 我的情況就是 我後期去 我當時信佛教 即是信物宗 但我發覺心不平靜 就看醫生搞不定 後來跟人去教會 那我就好很多了 即是回基督教會 最初是回基督教 是 但發覺到後來 後來我發覺 真是一群神棍 那你在墨宗那裡 你信什麼 他有些事情挺神奇 還有他有些… 怎樣說 即是他有些道理 其實挺有趣 但你要參透他 其實很辛苦 因為很抽象 對,相反而言 是聖經是容易容易 聖經是入世一點的 對,容易容易容易 譬如你 其實我認識很多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 其實某時候信物宗那些 都是貪他有個… 說貪是不是很差 我當然,我也是 其實那時候 老實,真的 我那時候也是 即是貪他有特異功能 有些事情 他有不同顏色的… 即是不同的財神 你也有貪那些 老實那句 你相信… 其實我們很多… 我都是平凡人 我都覺得 我是不是想要財呢 那些事情 即是他都說 智慧給你 可能你容易一些 我甚至復冠過頂 那些都做過了 是… 其實後來是你自己的貪 即是你自己的貪 是…我老實的 但佛經裡也叫你不要貪 貪真癡 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這是中國人的後期寫出來的 即是漢傳的佛法 漢傳的佛法 但藏其實不是 當然我後期… 即是藏的佛教 是不管你貪不貪的 他有五個財神 是… 即是那時候我看到的 那時候是貪心 即是你意思是 漢傳的佛法 是加入了一些道德的判斷 有 還有它會加入很多道教的東西 即是你等於現在你去那些廟 擺神的那些 其實他也讀佛一家 即是有很多人說自己信佛 但其實他不知信什麼 是啊 即是你也很坦白 我認識一些人 就不是很坦白 即是覺得是世世為懷 即是… 即是… 仲善恩德善果 但他不敢說出口 但其實他事實上真正的行為 被人覺得很貪 但他是自己解釋到的 有些人這樣平衡是OK的 即是我做的那些就不是貪心 因為我正在做善事 又經常挑剔別人做的那些 那些都不是貪心的 即是我覺得人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是說 人其實有兩個層 或者是以上 我承認的 我也承認的 即是有時候我會… 即是本來你是成魔的 但你把嘴唸很多東西 即是或者你受到的教育 你很認同那些善事 那你有double live 有什麼不奇怪 不奇怪 可能有三、四年 我承認的 即是我記得 即是現在我就算去教堂 我現在去天主教 我現在是回… 天主教 因為天主教比較烹調 OK 神父也會叫大家 要反對政府 不公 你哪間教會 天主教 所有天主教都是 比較有良心 這個很有趣 基督教… 你後來回了基督教 是嗎? 最好奇 是跟藝人的人嗎? 我跟我舊老闆去 你舊老闆也是 現在還是教導嗎? 他說是 舊老闆也是 你有時見到 為何那些藝人 或者有些名人 這麼喜歡回基督教會 而且不要說是名人 普通人經常把口 或者行為 被人覺得自己回教會 這件事很奇怪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律師的 我又跟他回他的教會 他的教會比較靈智派 會唸那些 那些講謊言 對 那些謊言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否 他也不知道是否 他也不知道是否 我便覺得 有些奇怪 有些奇怪 最後來我便覺得 不要了,就走了 還有他回事 我記得一次 我受不了一件事 開始講見證 講見證沒有 我舉個例子 以前信神信佛 我不是 我只是說一件事 我覺得 那一刻 我以後不會再跟你們 你講見證 講這些人 我講完一個見證 他們在那裡 debate我 他們覺得我不錯 我以後不會再跟你們 玩 我會想問 這就是肩真嗎 沒有 沒有 前幾年有一部電影叫生命樹 是 Tree of Blind 是 如果你看得明白 其實這個計算是約百記的 用電影手法拍出來 很厲害 那時候我和朋友去看 我們兩個都不知道是甚麼 覺得這部電影很厲害 大家覺得評價這麼高 是 進去只有六個人看 又有宇宙大包 是啊 發覺為什麼只有六個人看 那晚從第七點半 你有沒有記得 是 我看完之後 看到最生氣 中間那一段已經覺得 嘩 是這樣的 出來的時候我和朋友說 兩個人不約而同話 這個是約百記 其實很多空間那裡 好東西厲害 厲害 可以令到你 有很多思考 如果大家讀過聖經 都知道True of Blind 是甚麼 我們那時候沒有想過 是 很厲害 那個建政就說 這部電影 如果大家是基督教徒 一定要看這部電影 給你很多不同 對甚麼 那些可能是假基督 或者是甚麼 敵基督 可能是偽基督 偽基督 這樣就行了 我們拜拜 你不能跟那些人說 你不會覺得 美國是一個這樣的基督教 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 他們拍到這樣的東西出來 其實他們不出奇 他們會有這樣的認知 包容得到 人家的鏡頭是很寬的 是啊 即是你很保守 那些中部 Texas的教會 原教旨也飛起 也能夠存在 是啊 兩岸那些很liberal的 即是那些高舉民主自由 和反抗極權的 又有 那我就覺得 你們那些朋友 不是老 即是你不是老 大哥 那不用再聊下去 不是 我說個見證 不是我見證 有朋友見證 他是同性戀者 以前回的一間教會 Honda 是一間銅鑼灣 藝人最喜歡的那間教會 那他整班同志 就回同一個教會 那很奇怪 他不是回大堂 他就有個牧師 就專門分開了一間小的堂 堂口出來 就讓他們在這裡開心 因為很多同志都信基督 是 但是他太不了解香港教會 我相信 然後呢 他大堂那些很多老爺 長老 都不知道這件事 怎麼知道 一周年查數 一查數 就發覺 哇 神不喜歡這些同性戀的 那你快去收拾 但是他就解釋 其實這些人 有很多收入的 因為他們不用養子女 不用公書教學 他們是優質款 經過一番老爺和苦鬥 爭 終於都輸了 即是不讓他們建立這些教會 那於是乎呢 無緣無故剪了課 沒有交代 這樣也可以 嗯 很難明白 因為其實在聖經上沒有說過 沒有的 是人的事 是的 其實你如果新了聖經荒謬的地方 怎會跟聖戀這些 神也沒有說過 即是他說不起穴 你硬要把神的說話放在你的口裡 是 是 根本上就是 舊約聖經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到 也都不是罪 但是新約呢 因為他曾經教庭 要選一些很容易管理教會的一些經驗 而一些很反叛 或者V1那些都刪除了 你剛才說的靈芝牌 根本就是《舊約聖經》裡面很重要的經驗 東正教就是用了那些 用了其他真正死亡的古卷 來建立教會 但是新教他就剷除了很多 他不適合聽的 那這些就是獨裁 其實是 但是相對而言 其實現在的基督教是越來越… 我覺得某些的教會 越來越越覺得不是 他加上自己的東西就賺錢 是啊 其實你計算數 很簡單 例如我以前去過教會 一場他同時開 一場還要開到 開了不完 要去隔離 主要開 現場有Live Screaming 好 你想想每個人 那裡有差不多一場 我想保守古貴也有幾百人 即是一千多兩千人 一千多人 馮阿倩 你計算數一天做三場 你計算數多好 好過做演唱會 我去G.O.看過一場 有一個南美牧師很出名 什麼出名呢 驅鬼醫病最出名 這個要看 叫Karlow 可以去找他 我去看 我去看 我進去後 有很多人已經 靈芝派出身 嘩 吵到 那些吵法 我嘗試細心眉眼 因為我一句都不知道 我嘗試聽到什麼 很靜心的 即是突然離開了旁邊的人 眉眼聽 聲音很邪 即是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說得差不多 就令到他有力量 令到無本樹起 不知道你試過沒有 我覺得那些跟你看神打 或者是那些標童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同一個 但他們是西方的做法 跟他們東方的做法不同 或者有人曾經利用過這種頻率 去做一些催眠的事情 是可以的 甚至乎 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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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朋友說 我不介意宗教 其實最主要是外星人 但是 很難接受 親親的教導 但問題是 那又怎樣 是 不期的 不期的 至少他們的靈性 是比我們厲害的 是 沒有問題 上次我還沒說完 G-Hall的V-1 歷時是四、五、六個小時 直到晚上 因為不停地 一些人排隊 上去治病 我突然想起 我的朋友 因為細菌感染 濃了一隻耳朵 你試一下他看不可以 我立即打給他 他當時在上環 永安上班 我打給他 你是不是耳朵好味 沒有得醫 要等病菌清了 看看有沒有自然復原 有個機會 你試不試 反正也是 有什麼事 有個很濃大的 很厲害的報道會 會醫治病 反正你醫不住 他就撞一下 為什麼真的來了 你快排隊 我可以排隊 先吃花生 看看是否可以 當時他前面那一堆 你的心底不好 我不是心底不好 放進去踢爆別人 我不是想踢爆別人 我真的想醫治好 我想真的親身見證到 你奉著耶穌基督的名 來治好一個農人 以後我就相信你了 我不斷叫別人回教會 你看到我現在還在唱他 他當然不 這時候我還令我堅實 因為他在排隊前面那些 不知道應該是符康社 那些隊伍 全部都是踢腳 全部都是長短腳 還有一些勁聯 排隊 這場景很棒 如果你每個下來 懂得打一個恐慌 那他就是耶穌 他就比耶穌厲害了 因為耶穌沒有試過同事 耶穌看聖經也是說他有幾個 沒錯 但是那個人有些信心 不知道在哪裡來的 不停地說 那些西班牙文 不停喝那個人 當他是魔鬼 喝走他 然後哇 馬上暈倒了 暈倒了 死無對情 我怎麼知道 最後沒有好花 那原來 然後我一直很亢奮 看到 一個朋友又被他按了頭 略喝他兩下 反了眼 暈倒了 然後又有工作人 拖扯他 之後很混亂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找他 電話也聽不到 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翌日找他 那天 他說 我不知道 暈倒了 然後不停吐 這麼恐怖 你不是很醜 你在那裡吐 他說不是啊 那些人臭到我自己都吐了 那個後台全部在那裡吐 那些人 我相信是缺氧 你當時很亢奮 心臟跳得很厲害 你不夠氧氣 腐肥的心臟 就暈倒了 就是太感動了 因為那些 牙甲哥牧師不斷學你 你那種興奮的心情 亢奮的心情 操控不了的時候就暈倒了 那你暈倒了 最好的死無對情 你不是馬上彈給別人看 你暈倒了 那男男女女 他好像停止間 全部集體暈倒 等你醒醒 然後叫你離開 然後我沒有了 他就說 跳當然沒有了 我說你不是 你康復了一陣 你聽到要學你 起碼都要學你 但可能他就 跳我這隻味道 還沒弄 我都聽到你的電話 我說對 你聽到我的電話 哈哈哈哈 原來就是 原來集體幻覺 甚至乎集體降粉 我覺得這個經驗是很特別的 如果有機會 再來我也會再 跟我們看演唱會 或者我們看電影 是一樣的情況 你問我是不是一個 其實我們打開音樂歷史 其實都是跟Sherman 跟我們也有關 音樂和宗教有關 我們都清楚 例如 我們孔子以前寫的禮樂 其實就是歌頌神 歌頌祭天 是的 我們的西方音樂 其實就是巴哈寫歌頌神 其實全部都跟宗教有關 其實拉下來 都是一個趨 Sherman一樣 這樣做這件事 你講到音樂和宗教有關 我想分享一下 我最近參加了婚禮 他們唱的詩歌 是完全沒有很陌生的 即是比較先進一點 起碼那些廣東話 你都唱完 你都知道他們是在唱廣東話 好 因為有些 就是熬聖誕書那些 不知道唱什麼 但有些教會 依然覺得這樣才有那陣子 才叫聖詩 有人這樣跟我說 真的被我秒對爆了 因為我曾經在 教會的錄音室做過 挺好的 這是非常良好的經驗 他們那種輸打贏叫和搬龍門 都是金敗下風 其實這種能力 是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 尤其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經常 因為文化複雜 他經常把很多似是非的概念 慢慢偷換 原諒自己 原諒了人家 等自己要下台階 你說的那些靈欣派 就是念那些方言 我試過在一個教會 他們臨開波之前 祈禱到其三個字 或者半個小時 很棒 你錄音室一粒粒計 那當然 我也是時薪的 很棒 他們說 探長不阻礙你 我說歡迎歡迎歡迎 慢慢慢慢 就好像三個小時 接著我推過飛打 裡面的攝影機 在錄音室 聽得一清二楚 聽到他們說 我錄下過 真的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再觀察一下 其中有個弟兄 看到他的眼睛 一起祈禱 但他的眼睛周圍閃 然後就知道 你怎麼拿樓灘 你可惡 錄下他其實可以做歌 是不行的 很絕 中國人的謊言 沒有拍子感 沒有調音 只有聲響 那你當作相片 就當作相片 我都試過做這件事 但又不是他們 待會再說 後來跟他錄了 兩星期熟了 我問一位有師弟問 喂 我看到你開樓灘 然後他說 是呀 我不開樓灘 是被人排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一百人做錯事 你不做錯 那你就一定做錯 即是不自我 是的 沒錯 你聽說 我其實都錄過 將我做錄音室的過程 其中有趣的錄下 是做我的音樂 就是那些電話零星 電話那些自動answer auto answering machine 那些 我錄下不同的畫 我來製造過自己一首歌 我這首歌是用巴別塔 巴別塔 就是因為耶穌 砍一砍一砍 那些混蛋 全部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即是諷刺神 很愛世人 但偏偏令戰爭的源頭 溝通不到 是 我覺得很諷刺 那你不信舊約嗎 但你有沒有看到那部戲 哪部 巴別塔 那部不是巴別塔 不是 那部不是 巴別塔 那部 我知道那部是沒有 只有一點點 就是那些聶槍 那部 那部也是講溝通的問題 就是死得人多 那部 很棒 其實那個招呼挺有趣 是啊 你竟然可以將它這樣去演繹 我覺得是非常高手 那個導演 不是今年再拿Oscar 哪部 不是啊 最佳導演 現在哪部 今年拿 什麼司徒行者 我忘記了 那部是Dicaprio 那部是導演 就是鳥仁 同一個導演 很厲害 不是馬田小西斯 不是 不是另一個嗎 不是 他很厲害 他的導演是 因為他 那部 是因為巴別那部戲 他用了Sarcamoto的配樂 這部戲 因為Sarcamoto 用了Sarcamoto的歌 來做配樂之後 這部戲他找Sarcamoto再做 但是Sarcamoto 那時候說我自己有 他不舒服那條理 但是他說 我希望你來 他說 我差不多服完了 我過來看看 他就做了 明白 我覺得挺有趣 那部戲 所以音樂 又跟電影很有關係 有 不是空投資票 我真的很希望 我有時間做多一個音樂節目 因為Cello很有趣 他跟我普通聽眾不同 因為他聽我很少節目 只不過剛好有一個 你才會找我 否則都不出聲 原來我以前有一個節目 叫做《路漢推歌》 我只是說音樂 加上了《時事政治》 現在我離開了台之後 我經常都想做這些節目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不能夠免費這麼多時間出來 因為網台 剛才跟你聊過 根本就不是一個行業 現在不是 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公餘時間來發揮 我有一個要感恩 就是我的聽眾會贊助我的 他們會買器材 買一個螢幕 買一個螢幕 是不是課金 我不會用課金 因為課金 距離課金 課金的定義就是我當上班 我猜是 又未到這個階段 因為始終我自命不才 所以我不能像那些人口儒言和 課金給你 我當成全職做也可以 但我沒有這個本事 可以令到別人 真的好像課金那樣贊助我 所以我沒有這麼大的想像 如果有的話 當然不會抗拒 如果大家看回我Facebook 其中一條 Top Bar 有一個贊助的按鈕 你可以在那裡支持一下我 可能是PayPal 或者是HSBC的銀行 都可以的 我不是曲線地求你 總之你覺得要支持我們這種言論自由 你也可以幫幫忙 不要說這個了 可以來一題 我覺得音樂 譬如你 有時和你共通話題 例如Sicamoto 其實很多人都只認識他 Mr.Lawrence 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 那首歌 但其實他很多都很精彩 尤其是配樂 他有些配樂 他跟John Williams那班 那班完全是兩回事 兩回事 因為今時今日 John Williams的影響力 已經成為貫頭音樂 他的影響力 為什麼這麼說呢 John Williams 跟貫頭音樂有什麼關係呢 原因是他影響力太大 有很多貫頭音樂 都是基於他們那種品利 去做出來 不用解釋 有些很膚淺的導演 即是相對 只能聽到 那種就代表什麼 好像執藥那樣 即是說 悲情的 整個悲情來 因為貫頭音樂 這些是很容易賣的 亦都很容易 那些人就馬上接受到 亦都是一個捷徑來的 我想捉你眼淚 我當然要用手捉眼淚的歌 這種是一種方法 我眼中是低手一點的 高手一點的方法 就是Sicamoto那種 它是原創一種有自己風格的演繹 去配合你的影像 去撞出第三種新的東西 變成我作為受眾的話 我就不會是禮湯禮犯 我催淚 我不是用這個方法 20多方法可以催淚 加強畫面 為什麼我不試 用一個新的經驗給觀眾呢 我覺得它的價值在這裡 因為有一個很有趣的趣味性的東西 現在Oscar Oscar 在Hollywood最有名的配樂家 叫Han Simma Han Simma Han Simma 其實在Sakamoto 做Last Emperor 經常跟他做program 是 但其實那個年代 他也自己做過Black Ring Han Simma 很厲害 Han Simma Han Simma是我朋友的師傅 我朋友Hobby 最早就跟Han Simma 打工 大家不知道是誰 就是Pinful Up Inception 近來紅都不得了 對 就是每個大片 套到大片 基本上他的地位 就等於John Williams 對 但是他說 那時候Hobby跟我說 嘩 跟他打兩年功 被他吊到反皮 為什麼呢 快 因為他那時候還沒去到這麼紅 他很有效率 老實說 對 這個小時 就預約了來讀Jingle 讀McDowell Jingle 過兩個小時 下一個錄小的Orchestra 要錄另一個 廣告背樂 喂 快手快腳 他好像是希臘人 德國 德國 但是他先去英國 然後再去美國 而且他呢 他的風格慢慢 我想他也開始有大片壓力 有 他也說不配 不配 他那種 我覺得是最巔峰的 就是他帶了一種他自己的聲音出來 然後其他那些 我們自己也很鮮 這個我覺得 因為他現在有一個 他自己開了一間公司 他在公司裡面有一些 紙巾工廠 未必他自己做完 他是叫其他人做的 我明白 但是鬼女有一個好處 是 真的這個跟中國人有一點 是 我找一下 今天探長你簽了給我的 我這個做不到 或者我不適合做這件事 我叫探長你做 是 那個名字是下你的 不是下我的 不過那份工作是因為我的關係 接到給你的 但是我可能是 你是我的公司 我便拿回一個share 就是拿份量 有百分比 但是中國人不是 是的 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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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啊 說這件事非常好 下一節回來 容許我們說 多一點音樂圈 裡面的黑暗屎 因為你講到這件事很黑暗 真的令到很沸騰 一會見 多謝你收看StageTube 拜拜